您家孩子学习有困难吗 以前我看到过这么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反映的是四颗人的头像 第一个是脑袋 有一小块地方红色标记 是什么呢 偏头痛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一圈 疼痛 头疼 这说明这是高血压导致 还有整个头都是红的 这是扶到孩子写作业 孩子放假导致 哪哪都等 不爱学习竟是心理问题在作怪 那你说李老师 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 我们这孩子出现学习障碍 学习困难 除了刚才说的这种狭义的学习困难 会导致这个学习成绩不良 剩下的还有很多种原因 比如像心理发育因素引起来的 比如像认知能力 注意力 如何解决孩子学习困难 健康朋友圈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我是主持人铁峰 同时也欢迎我们今天陪诊团 两位小美女 阿志和小白 大家好 我是阿志 大家好 我是小白 长假来临 神兽归家 假期每一天 这家里都得热闹闹 是不是啊 铁峰哥你别提了 我就特别怕假期来的 这神兽一闹腾 这家里太热闹 我脑子都炸了 小神兽给家里带来另外一种热闹的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真念什么 要去 真念什么 北京 真念什么 去 真念什么 妈 怎么组句子 你妈要去北京 孙 就是你爹那个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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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孩子學習困難的問題 解放這一批心累的老父老母呢 在邀請今天嘉賓之前 我先給大家宣佈我們今天這福利 今天我們給大家帶來的這福利呢 就是我手裡這個台例 福利免費送 參與起來很簡單 由我來發佈這個福袋的口令 大家獲得這口令之後 打進電話就可以免費獲得 只要不整台福利天天來 好 讓我們掌聲有請 今天節目的嘉賓 沈陽市兒童醫院心理科 李志勇老師 李老師您好 歡迎您 主持人好 誰正常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本期特藥嘉賓李志勇 副主任醫師 沈陽市兒童醫院心理科 對於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抽動障礙 兒童孤獨症 焦慮症 學校恐怖症 神經性厭食 嚴重的行為問題等 兒童心理障礙有較深的研究 是這樣啊 李老師啊 這個 讓孩子好好學習 我覺得是每一個家長 都要面臨的頭等大事 但是呢 以前我看到過 這麼一個漫畫 這個漫畫呀 反映的是四顆人的頭像 第一個是腦袋呀 這個 有一小塊地方 紅色標記 是什麼呢 偏頭洞 偏頭洞呢 是由於工學不足 導致 然後呢 還有個一圈疼痛 頭疼啊 我說這說明什麼 這是高血壓導致的 還有我說後腦勺 這有一塊紅的 這是後腦勺疼 說明這是什麼呢 這是休息不好導致的 還有整個頭都是紅的 這是 這是輔導孩子寫作業 還是放假的 哪哪都等 說明啊 這個輔導孩子寫作業 有多難 有多累 輔導孩子寫作業是史上第一大難題 家長到底應該怎麼辦 您是這方面專家 您可救救我們這幫家長吧 給出個招 剛剛啊 大家也看到 家長輔導孩子寫作業啊 是現在家長遇到的頭號難題 真是給家長氣得夠嗆 但是窩窩頭來 孩子自己也委屈得夠嗆 關於我們家長輔導作業啊 我總結了幾個現象 給大家一一講解 孩子寫作業 家長基本上這麼幾個狀態 第一個是得了這個暴躁症 第二個呢 就是抑鬱症 第三個呢 欲哭無淚的症 因為孩子啊 寫作業的時候 可能會磨磨蹭蹭 輔導的時候呢 教了千百遍他依然不會 還有呢 就是有情緒問題 有的孩子啊 一旦寫作業 或者是一旦你輔導的態度不好了 馬上就開始他也爆發了 就是變成雞飛狗跳 孩子也不高興 家長也氣得不得了 阿智小白 你們兩個都是為人母的人了 你們身邊出現過 這樣的現象沒有 其實我覺得 有了 剛才這幾個 我感覺好像是我小時候的寫照 我都正講了 是不是 但別說 我覺得身邊確實有這種現象的出現 我覺得最暴躁的可能就是 我自己 就這些現象 經常會在我自己身上出現 比如說我因為他寫作業的問題 我一頓爛喊 然後他又委屈 然後比如說他平時好好的 一寫作業上個所 一寫作業就餓 一寫作業就講白天的委屈 這故事一到這時候講的可多了 我平時一點話沒有 我能理解 我也見過 我也聽說過 那麼電視機前的圈友們 你們輔導孩子學習 有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呢 我相信應該有 輔導孩子學習是不是也是您的難題呢 我相信應該是 如果您有相關問題 希望您能打我們欄目熱線 024-2318-606 向我們李老師來進行自學 李老師我是這麼認為的 你這些孩子他不可能平白無辜 他就出現你前面講的那些情況 對不對 萬事皆有因 那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孩子這樣呢 對不對 孩子學習困難 它有沒有可能是孩子在學習技巧方面 有什麼障礙呀 有可能 這有這可能 這個狹義的這種 或者是經典心理和精神醫學的 這種學習困難呢 它專指的就是學習技能障礙 包括像書寫障礙 閱讀障礙 還有計算障礙 這個是與生俱來的一些能力缺陷 這個是狹義的學習困難 當然了還有另一層的含義 就是廣義的學習困難 那它代表的是什麼含義呢 就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 造成的學習成績不佳 或者是學習過程 有很多波折或者是不適應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叫廣義的學習困難 那我們自己孩子 我們怎麼才能幫助他去及早發現 他是否在某些學習上 有這種技能上的障礙呢 我怎麼知道我的孩子 閱讀有障礙 還書寫有障礙 記憶有障礙呀 我們其實如果真是有這種學習技能障礙 很容易去發現 因為它幾個類型吧 第一個就是這種書寫障礙 當孩子開始書寫 甚至描紅 防寫 還有就是在一年級開始寫數字 或者是寫簡單生字的時候 就已經會體現出來 往往這個大小啊 筆滑啊 順序啊 出現很大的偏差 往往很難完成一篇正常的作業 所以說這個書寫障礙 在書寫的早期 我們就早早就會發現 計算障礙呢 就是簡單的算數題 我們覺得完全孩子以他的能力 完全能夠掌握的 但是呢 總是出現一些偏差 或者是掌握不了 那個閱讀障礙呢 主要是在這個上學以後 出現閱讀課文啊 經常會丟這兒辣字 甚至一整篇的文章 當他自己讀下來以後 你問他這文章的內容 他往往不能很好地去理解 就是不能通過閱讀 來獲取文章的信息 這個呢 是所謂的這種 學習技能障礙的主要表現 當然了 如果當孩子這個 學習成績或者是學習過程 遇到很多困難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孩子帶到這種 專科醫院啊 或者是專科門診 讓醫生來幫助你去判斷一下 那你說 李老師 還有什麼原因可以導致 我們這孩子出現學習障礙呢 除了您講這些 這個學習困難啊 除了剛才說的這種狹義的學習困難 會導致這個學習成績不良 剩下的還有很多種原因 比如像犀利發育因素引起來的 比如像認知能力 注意力 還有剛才說的學習技能 但是我們也要明白這一點 這種發育啊 發育中的問題 它是一個動態 它會隨著年齡增長 而不斷產生變化 比如像有的孩子 現在的認知水平稍微落後一些 可能過了兩年 三年 它會有一個突飛猛進的 跳躍式的增長 有這種可能 我們叫什麼的 有的孩子早長 有的孩子晚長 有的成熟找 有的立四網 就是這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適應不良 所謂的適應不良 更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對學校和學業的適應不良 因為我們在幼兒園階段 它的學習模式是以玩為主 玩中帶學 學和玩是密不可分的 到了上小學階段就完全不然 它要坐在凳子上一動不動 要去認真地聽講 要還有一些部分的課後作業 包括上課的紀律 秩序 包括舉手發言的這種模式 都和幼兒園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說在剛上學 會孩子是有一個很大的心理落差 它很可能適應不了 這個往往經過一段時間的這種適應 和我們這個家長和老師這種引導 往往是到一段時間 這個情況就會好轉 而且大部分都會得到有效的感症 第三類的問題就是學習習慣 學習興趣和學習方法的問題 就是包括行為和情緒 行為主要包括什麼呢 就像我們孩子經常會有一些沒有時間觀念 我們之前的那個案例也提到了 就是可能很短的一段作業 但是孩子要在家裡邊要做可能半個小時 甚至半夜三更 雷老師你剛才說這時候得插一句 這下說到我心坎裡去了 我們家我兒子就是這種情況 其實放學很早的 回到家之後吃完飯不就寫作業嗎 吃完飯也就六點多時候 他真能寫到十一點半 就是孩子可能從小的時候 整個這個生活安排呀 還有這個作息時間 都是我們家長給他們安排慣了 對 但是到學習的時候 他還依賴於你安排 甚至他覺得你沒給他安排好 那他就可以不做 甚至就是我能蹭一會兒算一會兒 就是這個時間觀念沒建立好 我發現小孩兒爸 他根本就不看是幾點幾點 他只看你聲音多高了 你要說八點了他就不動腾 你要叭啦他就馬上收拾就走了 這時間觀念是看你的臉色形式的 對 是這樣 所以說針對這個問題 那我們第一個要解決的辦法就是 開始培養時間觀念 但是你不能光在學業上去培養時間觀念 你就要融入生活中各個環節 比如像每天早晨幾點起床 依賴的不是家長提醒 而是應該鬧鐘和讓孩子學會自己看點 這也是一個培養時間觀念 然後做事比如幾點起床 幾點刷洗臉 幾點去吃飯 幾點去出發 讓孩子按照時間點去把握 我們家長的作用就剛才一句都提到了 我們是提醒 提醒他到這個點了 但是呢 最後的決定 你要是晚了 那就晚了 你要對自己的這個時間把握不好 要負起責任了 主要還是我怕他晚 我看他自己不怕晚 這個特別要強調這個 就是讓孩子自己承擔責任 無論是上學晚了還是作業磨蹭了 一定要他清楚 這個責任是他自己要承擔的 而且是他的任務 所以家長要知道 孩子學習有困難不是孩子不聰明 是因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影響他 我們做家長的關鍵是你得知道 是什麼因素 你應該如何去幫助他 聽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今天做客的嘉宾 是来自沈阳市儿童院心理科 李志勇老师 现在进入我们抢福袋观点 福利免费做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就是我手里的这本台力 参与起来很简单 今天的福袋口令是 加油神兽乐开怀 大家获得这个口令之后 然后打电话 024-2318-6065 就可以免费获得 李老师 关于这孩子学习困难这个事 我觉得我们说的挺透了 这个音频视频 那我们也都给大家看过了 现在我们得想想办法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针对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那我们怎么去办 第一个就是要学会自我提醒 其实说实话 随着注意力不集中 它是相对而言的 它是相对概念 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对注意力的要求是不同的 像刚上学的孩子 你要集中个10分钟 15分钟 我们觉得它就在正常范围 但是你只有5分钟 这时候怎么办 你大部分研究都能坚持15分钟了 咱们只能坚持5分钟 那这时候的办法就是 一个是自我提醒 第二个就是用记笔记 尤其高年级 就是老师的内容 我在不断地记 这样的话起码有个动作 能提醒我 一直要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 当然了最好的办法 还是用这种医学治疗 医学治疗一般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物理训练 包括那个用仪器 还有一些像感筒训练 还有一些我们行为干预的方法 这个就是物理治疗 第二类就是药物 注意力学险的孩子 当比较严重的时候 或者是学业发现 开始要落后的时候 该吃药可以吃药 这个药物吧 它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呢 就是家长主要担心 有没有副作用 对呀 其实副作用没大家想象那么可怕 一般但是作为医生 我没法保证一个吸药 它没有副作用 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就大部分副作用 一个是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 第二个呢 这个所谓的副作用 停药以后就会消失了 还有一个一类呢 就是这个发育落后的孩子 这个我觉得和这个过渡啊 就是适应不良 有点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静观其变 有的孩子适应晚点 有的孩子适应早点 但是呢 可能只要是给他足够的耐心 都可能自己产生较大的变化 这是适应不良 剩下就是习惯的培养 所谓习惯培养 就刚才包括时间关键培养 之前已经跟大家聊过了 还有呢就是做事啊 比如像听指令的这种习惯 还有那个自己作息时间的 一种习惯 这个呢 我们大家可以 比如用带笔字啊 画时间表的方法来解决 最后一个呢 就是学习兴趣 这个刚才已经用了 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说 这个学习兴趣了 而且咱们主持人 包括陪诊团也都提过 最核心的是什么 就是这成就吧 我们一定要在孩子 想要孩子或者某个人 对一件事感兴趣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让他在这件事上 获得成就感 只要他有这个成就感了 下回你拦都拦不住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到 北方海购从俄罗斯为您甄选了 具有一国风情的新年大礼包 俄罗斯涅夫斯基混装糖果超值组 这是一款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明星产品 乃制品纯正 口感软而不腻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涅夫斯基混装糖果的款式多主多样 无论是老年人喜欢的硬糖水果糖 还是小朋友喜欢的巧克力糖果 品类齐全 现在下单 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黑购 直接购买吧 这一天出发 翻领闻善变 白雪几天地 并信你世界 心中的分寒 若天空会变 北京欢迎你 我们会尽见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乡风 发掘更好的产品 寻找更好的原产地 记者实地体验调查 只为更好 北方嗨购 学习障碍不是砖 哪里有成绩差 或者不听话的孩子 咱就往哪里搬 家长们还是要多观察 多引导 多听从专业人士的建议 如果家长们有相应的困惑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24-2318-6065向李老师进行自询 明确自己孩子的问题之后 再对症用药 希望每个孩子都拥有璀璨的未来 还是那句话 孩子的情绪 性格和自尊心 自信心要影响孩子一辈子 孩子的习惯 行为 要影响更长远 而常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